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国政府真的好像串通一样一起处种子 轻建邮轮 并且一起作出完全五合逻辑的决定 集体为一个比流感杀伤力还要低的病毒而封城封关 甚至放弃经济 问题2 牧师对于第三个可能性 除了各国封城之外 于过去20年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之后 一直供应货品给各国 但是当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停止生产 导致全世界其他工厂都要重新投产 否则就无法自吸自足 答案是 是的 中国以往是全世界的工厂 所以 当资源和物料的储备 制成产品之后 足够供应全世界的话 这样 越在难中 就绝对足够供应自己的国家 甚至 省着用 更可以用两三年 至于其他国家 由于人口不多 所以 用一年半载 慢慢恢复工业也可以应付 因为 当PlanetX来临时 海陆空交通也可能断裂 因此 各国也要自行救援自己的国民 问题三 这次事件 好像是要所有国家都尝试封城的状态 无一行免 于疫情下 我们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 变得更多留守家中 更多在家上网 于这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 答案是 若要知道如何面对 就必须要理解 Freemason 于近半个世纪的部署 他们于这几十年间 不断联手预备面对PlanetX 包括Libor和QE 不断以先驶未来前的方式 去运转整个世界 目的就是导致整个世界 也变得十分奢华 用几十年时间 收割进地上所有资源 当中也包括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为了创造出大量剩余资源 希望能够足够最后七年大灾难使用 另一方面 就是疯狂发展网络 一方面 让人可以于家中或其他地方 借助网络处理工作 另一方面 网络也可以用来取代实体商店 今个星期 日华牧师将会继续分享 新冠肺炎座谈会 第三个发展的可能性 淡文篇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